哈喽大家 今天的vlog从晚上开始记录吧 我们等会有个班会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举个失败的头发 把它给它抓起来的 真的很丑 然后给你们看我这边的结盟是不是很成功 但是我发现我这边的结盟太少了 两边根本不一样 我今天有个朋友之后 这两个是我的另一个朋友送他的 这个是我的 我等会买一个袋子给他装一下 开完班会之后给他送过去 我刚刚来这买药的时候 把你的另一个写成我18岁 然后计算一下 好像今年快要试一次了 这个核桃呢很好吃的 我最近天天吃这个 准备把刚刚去回来的会议都拆一下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墨镜 还可以挺酷的 又是一个绿色的上衣 我之前有一件 它这个地方是棕色的 但是这种颜色真的很显黑 很春天的一个颜色 我还拍视频 我对刚刚那一件应该说是挺夏天的 这一件才天天 白蓝色的假两件设计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秀深的外套 挺厚实的颜色也很好看 又是一堆耳铁 门晒衣冰冰凉凉凉的 这些是蝴蝶结设计的小配饰 这是一个帮助的蝴蝶结 然后这些是洗衣液 这个玫瑰发圈也好好看 而且它这个也挺紧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米白色的 哦这个洗衣液是我闺蜜推荐的 它都很好闻 还真挺好闻的 但是这个味道不知道怎么描述 反正就是花香 然后是一个菊花枸杞养生场 我跟你们讲 我刚刚拍完首饰 我发现 我这个头发弄到 我们的后面的话 会稍微好看一点 感觉前面有点辛苦大家的眼睛了 然后跟你们说一下 我前段时间 为什么没有更新呢 就是为了拍首饰 因为我真的很笨 我一条视频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才能把它跳好 真的没有夸张 我真的很笨 我感觉完全没有舞蹈细胞 所以只能够练 今天要跳到细胞 现在去撇撞 每次要介绍歌 喜欢中午安 我就先练习一下 请你安慰 顾服完就睡了 大家晚安